天高海阔 张修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中国大陆的烂尾楼的业主出现了断工潮 这让我想起了1997年香港的金融危机 香港出现了很多所谓的负资产 当时香港的楼市也是非常高 特别在97回归之前 等到97金融风暴出现的时候 后来再加上SARS出现的时候 香港有很多业主变成了负资产 这些负资产的业主还在继续攻楼 所以他们支不抵债 往往很多人的生活陷入了困惑 这个话题讲起来真是很沉重 不过讲到房地产的危机 让我想起了历史上一个房地产的骗子 这个骗子它行骗的时间比较早 在1920年代 我想应该这算是房地产骗局当中的一个老祖宗了吧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人的故事 让我们看看当年的房地产诈骗 以及这个诈骗的这个主角 他一生传奇的故事 这个人叫约翰法托 是个美国人 但是这个美国人并不是出生在美国 他出生在波兰 他还有个哥哥叫马斯法托 这两兄弟很有意思 两个都是在美国社会当中的名人 也在这个美国政协两个行业 创造了自己的辉煌 同一个娘胎生出来的两兄弟 在政协两界居然都有所成就 这也算是个传奇 我们说的这个房地产骗子 叫约翰法托 约翰法托刚刚我们说了 他是个波兰人 约翰法托出生在波兰 家境并不太好 我们知道波兰这个国家 可以说在1920年代前后多灾多难 而法托的家庭 看到这个波兰的这个状况之后 法托的父亲决定带领全家移民 移民到哪里 移民到美国 当时来美国移民 还没有这么难 所以约翰法托的父亲 带着全家移民到美国之后 约翰法托的父亲 我们叫老约翰 老约翰犯了一个十分重大的错误 移民到美国 他觉得我来美国就讨生活的 其他也就没有必要管 所以他忽略了一个重大的事情 就是没有给约翰法托办身份 因为约翰法托当时年纪还很小 他的哥哥马斯法托 跟他的父亲 跟他家里其他的成年人 来到美国之后 都办理了移民的手续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约翰法托可能因为年纪小 他父亲把他忽略了 他父亲忽略他的 不单是他美国的合法身份 还忽略了一个更加重要的东西 就是对他的教育 所以约翰法托中期一生 没有上过一天学 中期一生 他也不会去拼写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字 这就是约翰法托的文化底蕴 那么约翰法托没有念书 他父亲是怎么考虑他前途的 他父亲觉得前途没有问题 因为他父亲有一门 祖传的手艺 理发化妆 他父亲把这门手艺 全部传给了约翰法托两兄弟 就是马斯法托跟约翰法托 马斯法托对理发化妆很有兴趣 并且他在父亲的教育之下 在当地小有名气 但是约翰法托就不一样 他觉得一天到晚 给别人剃头刮脸 有什么出现 即使是我没有其他的技能 给别人剃头刮脸 我要找些有钱人剃头刮脸 这样我才能赚更多的钱 所以在这个想法的驱使之下 当时约翰法托就来到了 美国十分繁华的城市 芝加哥 当年的芝加哥 可不是你今天看到的芝加哥 今天的芝加哥 经济衰退犯罪横行 但是当年的芝加哥 是美国另一个金融中心 约翰法托在这里 真是见到了很多有钱人 当约翰法托看到这些有钱人 纸醉鸡迷生活的时候 他就立志自己一定要做一个有钱人 那么怎么做有钱人呢 光是靠这个刮脸剃头 是不可能成为有钱人的 约翰法托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十分注意客户 于是他瞄上了一个客户 这个客户是做这个证券交易的 是一个证券交易行的这个大佬 约翰法托就百般讨他欢心 这个大佬也觉得约翰法托 聪明伶俐 是一个可造制裁 于是就让约翰法托 在自己的公司里面 当了一个股票推销员 当了股票推销员 让约翰法托展示了他的小聪明 什么小聪明呢 他很善于去打听一些内幕消息 通过内幕消息 然后让自己在股票交易当中 获得了很大的好处 但是约翰法托不知道 利用内幕消息交易股票 在美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所以刚刚赚到一些钱的约翰法托 还没有来得及改善自己的生活 警察就找上门了 约翰法托被逮捕 被关进了监狱 虽然说关的时间不久 但是约翰法托利用内幕消息 所赚得的这笔钱呢 就化为乌有了 从监狱出来之后 约翰法托经过深思熟虑 觉得不懂法律 是一个非常赤规的事情 于是法托就开始念书了 听到这里 可能很多人觉得很奇怪 你不是说约翰法托 钟其一生 不会拼写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字吗 对 法托钟其一生都不是字 但是呢 这不影响他念书 法托念书的方法就是 他找来法律的书 然后呢 请人念给他听 然后他靠死记硬背 居然成了一个初通法律的人 如果他考试的话 搞不好 最起码可以考个律师助理 是没问题的 所以法托对美国的法律 了解的比较透 在了解了法律之后 法托觉得 如果再在证券交易行 靠之前那种内幕消息交易 看来是没什么前途了 于是法托转行了 转行什么呢 做房地产 当时的房地产 在美国最热的是什么呢 当时在美国最热的房地产 是美国中西部的土地开发 我们知道 美国的中西部土地开发的比较晚 在中西部还有大量的荒地 而在中西部开发过程当中 在美国的中西部办农场 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一个项目 很多人就把自己的钱 投资到美国中西部办农场 今天你看我们加州 还有很多土地面积很大的农场 很多呢 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发出来的 而法托的生意是什么呢 因为当时很多人想投资做农场 但是很多人又不愿意 投入前期的资金 去对这些荒地进行改造 在美国就出现了 这样的房地产公司 他先把荒地买下来 改造之后 等到这些荒地能够种菜啊 能够种小麦啊 或者能够种粮食啊 种菜啊 种一些经济作物啊 果树啊 这些条件成熟了 然后这些农场就会卖出来 那么当时很多投资人 更加愿意的是投资这种农场 约翰法托于是 在美国中西部就买了大量的土地 然后呢 就挂牌出售 说这是已经经过改造的成熟土地 可以拿来做农场 很多人相信了 法托的广告之后呢 就买下了这些农场 但是等这些农场主买到农场 来中西部一看啊 这些什么农场啊 不但是荒地 并且很多还泡在水里边 是沼泽地 于是法托就很自然的 就被告上了法院 法院开庭的时候 法托却振振有词 因为大家记得 法托是念过法律的 法托告诉法官说 我确实是告诉这些人 这是一个成熟的农场 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们 这是可以拿来种玉米 种火树的农场 我这些农场 是拿来做这个水产养殖的 比如说 你在这些农场里面 可以养鱼 所以呢 我这个农场 才会泡在水里边 约翰法托 因为有法律尝试 所以在这个拟定合同的时候 他已经把这些 当中的漏洞 全部研究透了 这些业务在法庭上打官司 把这个合同一展开 然后法托在 振振有词地告诉法官 自己这个合同里面 所描述的是个 什么样的产品 最后连法官也支持 法托的说法 对 这些合同里面描述的 并不是拿来种玉米 种果树的农场 那么所以呢 这个投资人的 对法托的诉讼不成立 法托就是靠这样 赚得了一桶金 所以啊 这是美国房地产骗子当中 我想应该是老祖宗了 我们知道诈骗这个东西啊 在一个领域 在一个行业里面 是不可能持续太久的 因为你诈骗多了 慢慢你这个骗数 就被别人揭穿了 所以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呢 进监狱的可能性 要远远比你赚钱的可能性 要大得多 于是法托又换了一个诈骗手法 这个手法是什么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聊个小故事 房地产诈骗行业的老祖宗 美国人约翰法托 上节我们说约翰法托 在美国中西部农场开发的 这个开发案当中 骗了很多人 赚了一笔钱 接下来啊 法托要做更大的事情 做什么事情 能够赚更大的钱呢 就是到这个股票市场上去诈骗 这才能赚更多的钱 法托不是之前通过内部交易 已经被警察关到监狱里面去了吗 但是你不要忘记了 现在的法托 已经是研究过法律的了 所以法托知道 如果在美国的股票市场 再诈骗的话 风险太大 那么怎么办呢 到国外的股票市场去诈骗 国外的股票市场 哪里比较容易诈骗 哪里的股票市场比较兴旺呢 英国 英国伦敦当时还算是世界的经济中心 所以英国伦敦的股票市场啊 也十分的兴旺 但是问题是 当时美国已经开始崛起了 英国人呢 更加热衷于买美国的这些上市公司的股票 这样呢 赚钱的空间可能会更大 法托就看准了这一点 于是法托准备到英国伦敦证券交易市场 去大展手脚 法托靠自己在美国中西部农场开发赚的钱呢 还不足以让他到这个英国的伦敦证券交易所去 大肆拳脚 那么怎么办呢 法托找到了当时美国芝加哥 一个著名的黑社会老大 这个黑社会老大叫罗斯坦 如果你了解美国芝加哥黑帮 你应该会听说过罗斯坦这个名字 法托找到罗斯坦之后啊 就开门见山说 我想找你借笔钱 那么借笔钱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要到英国伦敦去发财 发财之后我会把利润分给你一半 罗斯坦看到法托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这个无名小子 居然找这个黑社会大佬借钱 所以哈哈大笑就问他说 你凭什么保证我的钱能够赚到利润之后分给我呢 法托早就有他的想法 他说啊 你只要派两个人跟着我 一个会计师 会计师负责管钱 如果是一旦这个出现亏损的话 你的会计师马上可以停止我的经营 再有呢 你派一个杀手 这个杀手如果发现我吞你的钱的话 他马上可以干掉我 罗斯坦也算是见过市面的人 从来没见过一个矛头小子 居然有这种胆势 于是啊 罗斯坦就借给了法托一笔钱 法托拿了这笔钱 跑到英国的伦敦证券交易市场 他告诉伦敦的证券交易经纪人 他说美国现在的房地产非常兴旺 买这个美国房地产的股票 一定会大赚特赚 并且呢 他还推荐了一些股票 当时美国在1920年代 正好是所谓的颗粒子繁荣 所以啊 当时全世界都觉得 美国是一个新兴的经济体 而美国的房地产呢 在这个经济发达的情况下 当然也会有很多盈利空间 美国当时的房地产开始兴旺发达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是问题是约翰法托 所给这些经纪人推荐的股票啊 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垃圾股票 但是约翰法托这些垃圾股票啊 在伦敦市场却掀起了一个炒的热炒 为什么约翰法托有这个本事呢 很简单 他之前不是找芝加哥黑头和老大 借了一笔钱吗 他向这些人推荐的股票 比如说买的时候是两块钱 法托保证你只要买了 这个回报大概在30%以上 当时伦敦交易所的股票回报 平均比例是什么呢 大概只有2%到3% 所以这个30%啊 无疑是个暴利 法托如何让这些人 尝到暴利的甜头呢 因为法托在这个伦敦证件交易所 开始推荐这垃圾股票的时候啊 相信他的人不多 虽然大家相信美国经济好 但是一个没有任何信誉 没有任何名声的毛头小子 所推荐的股票可信吗 所以当时上法托当的人并不多 但是这个上当啊 只是法托的诱饵的开始 这些人买了法托的股票之后 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 都会拿到法托所描述的 所谓的30%的暴利 法托如何实现呢 当然是法托拿自己的钱填进去 就是这些人低价买进股票之后 法托高价向他们收购 所以在这个股票市场上啊 就形成了 凡是法托所推荐的股票 都能够赚大钱 这样一个浪潮 于是几番操作之后啊 伦敦证件交易所 就把法托视为财神 只要法托说什么股票 都会有大量投资人涌进来 但是问题是 涌进来的投资人 不但有普通的股票经济 还有大量的英国的王公贵族 政要的家属涌了进来 因为赚钱的是谁不想要呢 所以啊 法托在这个伦敦 大赚一笔之后 有一天法托突然就跑了 法托跑的时候 手上骗了英国人多少钱呢 800万美金 1920年代800万美金 可以说是个天文数字 法托跑回美国之后啊 他找到了芝加哥黑帮 另外一个更大的靠山 叫阿尔卡彭 因为这个时候啊 当初借钱给他的罗斯坦 已经在这个黑帮火兵当中死了 而这个黑帮接手的人呢 一直找法托要这笔钱 所以法托投靠了 另外一个更大的黑帮 阿尔卡彭 阿尔卡彭把法托的这个债主啊 一个个都灭了 所以法托跟这个阿尔卡彭 两个人就平分了这笔钱 阿尔卡彭跟法托 如何分这800万的资金呢 没有说 反正呢 阿尔卡彭跟法托 变成了生意伙伴 最后法托进军了 拉斯维加斯的赌业 拉斯维加斯曾经过去 有一家地标式的酒店叫Status 当时就是由法托跟阿尔卡彭的 这个黑帮集团所经营的 当然现在这个酒店已经不存在了 那么这里特别要说的是 当初这个约翰法托 从英国跑回美国的时候呢 因为他是跑路 所以呢 他选择了一个非常曲折的路线 因为他不但要躲避 英国人对他的追捕 他还要躲避黑帮债主 所以呢 他绕到墨西哥进入美国 但是啊 等他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了一件事情 他没有美国的身份 好在当时没有美国的身份 进入美国也不是不可能的 只不过呢 你要在海关留下一个记录 就是你到底是哪一个国家的人 法托随口说 我是英国人 我出生在英国 法托为什么这么说呢 可能是因为他从英国跑出来 所以他随口说他是英国人 法托最终顺利的进入到美国 但是啊 这个自曝出生在英国的这个法托 为他接下来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麻烦 英国人知道法托在芝加哥露面之后 马上在美国起诉了他 但是在这个法庭上 因为有法律支持的这个支撑 法托很快就让英国人哑口无言 英国人觉得在美国 要想让法托被定罪很难 于是提出了要引渡他 英国人凭什么引渡他呢 因为英国人突然非常开心的发现 法托自称自己是英国人 既然你是英国人 把你引渡回英国还不容易吗 法托一听啊 真是两眼一黑 他才多么后悔 当初他在墨西哥进入美国的时候 他说自己是什么人不好 为什么要说自己英国人呢 但是这些事情啊 难不住法托 法托最终如何逃脱了英国的法律制裁呢 很简单 美国总统肯尼迪突然对法托进行了特色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啊 法托已经跟英国人打了很多年官司了 这个过程太复杂 我们就不讲了 反正法托最终在洛杉矶定居成了一个富翁 成了一个慈善家 但是再如何持参加 他都是美国房地产诈骗史上的一个先祖 一个著名的人物 讲完约翰法托 我们必须要提提他的哥哥马斯法托 马斯法托这个名字 你听起来像什么呢 如果你曾经生活在中国 生活在香港的话 你一定会知道一个著名的化妆品的品牌 叫密斯佛托 其实密斯佛托就是来源于马斯法托 我们刚说了 马斯法托跟约翰法托相比 他走的是一条正路 他从这个帮别人化妆啊 剃头啊 慢慢发明了自己的产品 他发明了什么呢 在这个密斯佛托这个产品当中 有很多个第一 比如说女性化妆经常用的粉饼 就是他发明的 比如说不易脱色的唇膏 是他发明的 睫毛膏是他发明的 等等他有很多个第一 而密斯佛托产品的使用者 有很多名字 我想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 比如说贺本 比如说包曼 比如说罗兰 还有一个最著名的 就是玛丽莲梦露 从财富上讲啊 马斯法托要远远比这个 走邪道的约翰法托 说的财富规模要大得多 所以一个阳台里边 生出两兄弟 在正邪两个行业 都创造了自己的辉煌 也算是个传奇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 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 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 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感谢观看